孙过廷书谱 白话译文 第十五 然消息多方 性情不一 榨刚柔亦合体 忽劳逸而分驱 或甜淡雍容 泪寒筋骨 或折措 茶压 外药锋芒 茶知者上经 理知者贵寺 然而 书法带给人们的感受是多方面的 所体现的性情也不一样 榨刚榨柔 以何为一体 忽劳忽逸而分别驱使 或甜淡雍容 内含筋骨 或折措 茶压 外药锋芒 观察的时候越筋越好 临摹的时候要越像越好 何况 临摹得不像 观察得不筋 从分布上看很疏忽涣散 从形海上看又不简便 没有约束 越全的姿态 不见其严美 坐井观天 夸夸其谈 已经闻到了她的丑陋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